在公路桥梁设计中,如果想从低海拔爬到高海拔,且两者距离较短,一般工程师会选择盘旋上升,例如世界著名的日本川崎南大陆环形公路。 该公路采用双螺旋设计,全长1.1公里,由于双螺旋结构会产生离心力,车速稍快就会被甩下山。 对此,这条公路被限速30公里时速,即便如此,它也被众多网友誉为死亡公路。 而在位于中国山西省太原市的天龙山上,有一条更宏伟的公路,也被网友誉为网红桥打卡圣地。 天龙山公路依山而建,全长30公里,从起点到终点总落差达到450米,相当于110层楼高。 由于是将之前的旧路翻修,有的旧路面拨度达到25度左右,如果修成普通盘山公路要挖很多地方,此外还会对山体造成破坏。 对此,工程师在全路段设计了四座高架桥提高海拔,其中有两座是一层高架桥。 第三座是两层高架桥,与日本环形公路相似,而最后一座高架桥达到三层,也就是即将到达山顶的地方。 从高坑幅看,整条公路犹如一条盘山巨龙,盘旋在重山巨龙之间十分壮观。 三层回旋高架桥也是整条公路上海拔最高的桥梁。 也有网友担心连环大拐弯容易引发事故,评论道,一个改设计,一个改建设,一个还真敢走。 因为航拍下的天龙山公路以及高架桥非常惊险,宛如一个限时版过山车。 其实大家完全不用担心,四座高架桥的最大纵坡仅为4%,约5度左右,成体非常平缓。 它们的诞生就是为了降低高差,而不是让它变得更陡峭。 此外,两侧的一米二高钢护栏非常结实,防撞性能很强。 据工程师介绍,四座高架桥都是采用钢林香梁拼接而成,总用钢量1.8万吨,其中最高的三层高架就用了7000吨。 这些钢梁事先在场外预置,然后拉到施工地点现场拼装。 为了考虑钢梁在气温变化下发生一定变形,高架桥在缝隙之间使用了多项变位舒持板,可以兼容多个方向的细微伸缩。 此外,这条公路还具有森林防火、山洪防御等功能。 除了惊险外,由于这里是著名景区,在天龙山公路改造中,设计师将山体修复、灾害治理, 以及绿化、美化同步展开。 其中考虑最多的就是植被保护以及山体不被破坏。 更震撼的是,整条公路仅用了短短6个月就完工。 对此,我国网友纷纷夸散。 这不仅是一条有速度、有力度、有高度、有难度的公路,更是具有想象力的超级工程。